好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吃一些很貼地的食物 就在我身後面 拳法這個名字 大家在疫情期間都聽得多 出名就是兩頌飯 前身就是酒樓 所以那些菜都OK了 我們看一看 首先看一看螢幕左下方 不見了兩個盤 沒錯 就是我最喜歡吃的西蘭花炒蝦仁 最後我吃完出來 再拍的時候 那些菜就齊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有煎炸的 焦鹽豬扒 應有盡有的 那這裏只是其中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這個西蘭花炒蝦仁 炒蝦 牛仔骨 這些都是有的 那當然就和大家看一看價錢 兩頌飯40元一盒 不是特別便宜 但是看菜的選擇都多 都可以的 三頌飯就50元 有些菜就兩個當一個 這樣計算 譬如叫一條魚 就計算兩個菜 我吃的時候 就是選前面這些為主 有牛腩 不過嫌牛腩太重 不如試一下最傳統 兩頌飯都吃的肉餅 還有四桂豆 然後我們就看看現場環境 是安裝了收入 還有水機 但是很可惜 我發現是按不出水的 有很多人試了都沒有的 好了 看看餐飯 菜就放在面前了 這個炸蝦 有咕嚕肉 四桂豆 還有有肉餅 我就逐樣和大家試一試味 當然飯都會和大家試 首先當然要試一試杯咖啡 杯飲品其實很重要的 喝一口試一試 咖啡的奶味比較重 咖啡味比較淡 但是也算勉強可以 咖啡濃一點會好很多 我叫了小甜的 小甜的程度就正正常常 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試其他的菜 先試最傳統的肉餅 我們夾一點肉餅看看 大家看到肥瘦程度 肉餅應該看起來就差不多了 有些肥有些瘦 吃下去不算很肥 咖啡的程度是正常 拿來送飯OK 炒四桂豆 吃下去都是多汁的 屬於多汁 下了些糖來炒 挺好入口的 但是健康程度下了糖會差點 試了咕嚕肉 大家看到咕嚕肉不是很多塊 剛好它這個四桂豆 本身就是這樣放的 試試咕嚕下去 看看炸粉厚不厚 好 大家看到了 炸粉不算很厚 但是也不是薄 椒鹽蝦看下去 色水OK的 蝦頭沒有變黑 咬手蝦頭之後 裡面的蝦肉也是OK的 那如果吃兩頓飯的盤 大概就這樣 剛剛吃完了 就出來了 那有幾個地方 可能大家要留意了 它有些美麗的菜 是當兩個菜 這樣算的 所以你叫兩頓飯 加個美麗的菜 可能就變成只有一個菜 另外呢 它的水機是沒有水 還有地下有些地磚會比較滑一些 那可能剛好有油漬 加上一些磚的質料的問題 那今天分享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點贊、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